我们的职责 我们的使命 超级战士 为荣誉而战 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超级战士节目 在超级战士海军陆战队系列节目之中 我们已经为大家展示了 来自两期侦察女兵和两期装甲兵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比武竞赛 那么今天在海军陆战队系列节目之三中 我们将带您走进一支尖刀中的尖刀部队 他们就是多次成功执行特种任务 被誉为南国雄狮的海军陆战队两期侦察特战队 在节目开始之前 还是让我们先来连线外景主持人李延军 李延军您好 张力您好 在我身后正在训练的就是海军陆战队某特战队的优秀队员们 他们不仅勤拿格斗样样精通 更是反恐和特种作战中精明而强悍的狩猎者 今天在超级战士的赛场上 他们将挑战自我挑战极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延军 1 2 2 3 4 5 5 9 7 10 12 12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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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队员 下面进行的是远程狙击的比赛 王队长 狙击步枪的操作要点在哪里呢 同郎认为狙击步枪的操作要点在哪里呢 同郎认为狙击步枪是主机被上射击的三要素 也是操作狙击步枪的要点 那咱们为什么要进行远程狙击步枪的训练 它有什么实战意义呢 主要用于消灭或牵制敌点撞目标 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破坏敌中央装备 用于防卫我中央军事设施 防敌突然袭击 好的 我们期待的队员们都能够枪枪命中目标 不过这闷热的天气呢 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发挥 先来看本关比赛规则 参赛队员从一楼快速攀爬至楼顶 到达设计点位 对600米外路上目标实施设计 而后按照指定路线速降至地面 用时短顺利完成任务者获胜 每少机动一个目标发时30秒 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河南的夏市张辉 比赛用的这个场地楼高五层 要求参赛队员攀爬至四层 每层楼高五米 队员们要出手攀爬二十米 每个通风口不足两平米 在攀爬时 由于绳索来回晃动 队员们很难将身体固定 来到四层后 张辉迅速解掉身上的绳索 想设置在楼顶的射击点位跑去 接下来 张辉要使用狙击步枪 对六百米外的四个目标实施射击 您现在看到的这种狙击步枪 是步兵单人使用的武器 主要以隐蔽突然准确的射击方式 射杀单个重要有声目标 破坏第一重要仪器火器和有声力量的 抢占至高点 对重点目标实施远程火力控制 或者远程火力打击 在实战中却有点穴的作用 往往能够达到千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张辉发挥稳定 成功命中全部四个目标 设计完毕后 张辉起身 快速向楼下的速降点跑去 速降点设置在四楼的楼顶 挂好挂钩后 张辉毫不犹豫地迅速滑向一楼 第二个上场挑战的是赵飞 赵飞今年22岁 来自河北宝地 身高1米7席的他 平时最爱打篮球 也是这次参赛队员中个头最高的 在攀爬这个环节中 张辉和赵飞都占了不少优势 来到射击点位后 参赛队员要迅速调节呼吸 平复心情 他能在射击环节中 做到百发百中万无一失 可能是没有及时调整好节奏 赵飞错失第一个目标 赵飞及时调整呼吸 没有因为错失第一个目标 而乱了正脚 后面的三个目标 一气呵成 全部命中 赵飞快速到达速降点 速降动作非常干净利落 这下来我们来看杨武和曹简在第一关比赛中的表现 杨武和曹简同时来自湖南 杨武今年28岁 是两期侦察特战队的排长 他经验丰富 也是四名参赛队员中兵临最长的 而他的队友曹简今年刚满19岁 典型的出生牛肚不怕 要和小自己9岁的队友同场竞技 杨武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 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 都不会为自己的弱象寻找利益有何借口 他们只会把这个弱象作为一个新目标的起点 更加努力地完善自身 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海军陆战队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武经验老道 西米复制号 枪枪命中目标 再来看曹简的表现 在射击第一个目标时 曹简的步枪出现卡弹的现象 耽误了一定时间 他还能将时间赶回来吗 其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武和陶俭都向速降点跑去 他们要尽量争取时间 顺利完成任务 赵飞在本关设施一个目标被罚时30秒 但由于曹简在比赛中卡弹 用时最长 本关排名最后 曹简在快速狙击这一关稍微落后了一点 你觉得这关的难点在哪里呢 我感觉这个难点在场上速度一辆快要连贯 然后在取决机的时候 操枪一定要稳 一定要调整呼吸 一定要注意风向 密尾的调整准确 那你觉得你这几个环节自己发挥的怎么样呢 就是在打枪的时候卡弹了 为什么这样的状况呢 可能在踩身上的时候枪受到的撞击 然后打把的时候就卡弹了 没关系这才是第一关 后面还有三关呢 是吧 做好后面这几关的准备了吗 做好了 我听说你是专业武术学校毕业的 对 练了几年武术 五年 练了五年 怎么样 教教我 哇 这 火了 非常漂亮 但是这个难度呢 对我来说呢 是太大了 这样吧 你这个把装备全部卸下来 我们整个来欣赏一下好不好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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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将要进行的是快速攀爬 这关对队员们的体能和精准的射击能力 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王队长 这匕首枪和其他的轻武器在射击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吗 匕首枪它既是匕首又是手枪 它既可以用匕首杀装敌人 也可以发射子弹消灭敌人 那这匕首枪在实战当中会发挥出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实战中可以发射子弹消灭十米之辈的敌人 可以隐蔽企图达到出其不意出敌之胜的效果 在恶劣的发现下拥有这种装备 可以提高士兵的野战生存能力 好的 谢谢 那我们就看一下队员们在体能体力耗尽的情况下 能否有精准的射击 先来看比赛规则 参赛队员从起点出发 沿绳锁攀爬至半山腰 用微生冲锋枪向四个指定目标进行射击 而后快速通过指定路线到达小树林 用匕首枪向四个指定目标进行射击 用时短顺利完成任务者获胜 每少击中一个目标发时三十秒 首先上场的是张辉和曹典 从起点出发后 队员们要攀爬一段接近九十度的礁石 海边的气候闷热潮湿 礁石上非常湿滑 曹典第一次攀爬没有成功 张辉非常顺利地攀爬上礁石 张辉首先来到微型冲锋枪的射击地点 微型冲锋枪是我军侦察分队 特种分队和武警部队客人使用的战斗武器 主要以单发和点射攻击体有升力量 具有结构简单 重量轻 体积小 三威性能好 即飞声 飞光 飞烟 射击精度好 携带使用方便 灵火 及近距离火力猛等特点 张辉发挥正常 非常迅速地命中全部四个目标 朝小树林跑去 曹典也快速来到微型冲锋枪的射击地点 微型冲锋枪具有微声 微光 微烟的特性 在宁静的夜晚 单发射击时 距离枪口一百米处 任何方向都听不出是枪声 而在黑夜单发射击时 举枪口五十米处是看不到光的 在白天或明月夜单发射击时 五十米处见不到天 曹典的射击环节非常漂亮 命中所有目标 接下来 队员们要快速到达两千米外的小树林 海边闷热潮湿的气候 让参赛队员吃了不少苦头 在日常训练中 除了锻炼超过常人的体质 更要培养坚强的意志 能被挑选除了参加超级战士的比赛 自明队员在身体素质和各项技能方面 不会输于人口 而很多时候 在超级战士的赛场上 拼的是一种意志 更是一种精神 只有坚持到最后的 才是最强者 两千米的快速温提 让队员们的体能消耗残力 这将士兵影响 他们在匕首枪射击环节的发挥 我们先来看张辉的表现 匕首枪是金举的金敌的 西式自卫武器 在补服及预定格斗中 能隐蔽起伏 快速有效制敌 他既是匕首又是手枪 既能使用匕首刺杀敌人 也能发射枪弹 杀伤近距离有生目标 达到出其不意 以其置身的效果 张辉发挥出自 命中所有目标 赶紧来看曹锦的匕首枪射击环节 匕首枪重量轻 结构简单 用途广 使用方便 兼有锯 挫 剪 开罐头 开瓶盖等多种功能 在恶劣的环境中 使用这种武器 能较好的排除障碍 增强野战生存能力 可能是没有迅速的调节好呼吸 曹锦在体能够知的情况下 设施了一个目标 接下来 商场挑战的是杨武和赵飞 赵飞由于在第一关比赛中 设施一个目标 而被罚时30秒 紧排名第三 在本关比赛中 赵飞早已按下决心 一定要稳定心态 发挥出最好水平 而在第一关比赛 就齐开得胜的杨武 势必要将胜利更大化 在前两关就定定胜利的基础 两人之间的较量 将会更加精彩 赵飞首先来到 微生冲锋枪的射击点 再次明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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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明镜条 最明镜条 非常顺利 全部命中 带来看杨武的设计环境 毫无悬念 全部命中 中国海军陆战队 主要担负两栖登陆 反登陆 抢占交导 渡口 桥梁 及应急作战等任务 其艰巨和威胁可想而知 这就要求每个海军陆战队员 必须具备过硬的本领 和坚强的意志 而两栖侦察特战队 更是海军陆战队的 对中之队 他们担负着 潜入敌岛侦察 突击等特种任务 比起其他一般队员来 他们的身手更加不凡 赵飞 稍快与洋武来到笔手枪设计点 在前面的V型冲锋枪设计环节中 四名队员均是百发百中 要想在本关比赛中胜出 笔手枪的设计成绩和最后的用识 对所有队员都是至关重要的 赵飞果然是几时调整的战士 在本关比赛发挥出色 再来看洋武 在笔手枪设计环节的表现 4号队 着设计判 3号队 连文 非常可惜 设施一个目标 在本关比赛中 赵飞顺利反超 赢得四颗星 赵飞首先要祝贺你 这关发挥的非常出色 表现得非常的棒 你觉得这关的难度在哪里呢 最后的一个环节 B手枪的射击 因为B手枪是一个很难掌握的 一个轻武器 它的难点主要的就是说 准心和钻孔的平衡关系 比较难掌握 而且就是在激发的瞬间容易跑弹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B手枪 这个武器 我看你们拿着射击的时候 好像不是像平常的手枪 这样正着射击 而是稍微斜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钻孔和瞄准情况 都在枪的侧面 在枪的侧面 所以说你们要斜着瞄准 赵飞在这一关 发挥的非常的出色 觉得自己后面的两关 有多少把握呢 我有80%的把握 80%是吧 对 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期待着你的表现 一定 下一关将要进行的是 武装球渡 那这一关呢 要对我们的参赛队员 他们在水中的球渡能力 进行一次全方位的考验 王队长 这武装球渡 它的难点在哪里呢 武装球渡的难点就在于 在球渡前 必须合理的将 小球的装备 均匀的分布在身体上 如果全部集中在身体的下半部分 那么在球渡时 下肢将会下沉 阻力将会增大 影响球渡的速度 如果全部集中在身体的下半部分 则会引起呼吸困难 好的 我们的参赛队员 在这一关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先来看本关比赛规则 参赛队员从巨岸100米处武装球渡上岸 而后 利用岸上 三五流击中机枪 对300米距离固定目标射击 用时短 顺利完成任务者获胜 每少击中一个目标 发时30秒 首先上场迎战的是 杨武和张辉 每一名走进海军陆战队的新兵 就如同矿石投进高炉 开始了冶炼锻造的过程 除了散打 擒拿 格斗 射击 刺杀 硬气功等常规的训练科目外 还开展了耐高温 耐炎寒 抗训晕等特色训练 炎炎夏日 脱光上衣 在烈日下 顶住四个小时的暴晒 零下30度的野外 仅靠一床棉被 一床军大衣过一夜 球渡训练中 每人要有5000米 越野训练中 全服武装 负重20公斤 5公里越野 不超过20分钟 以上只是海军陆战队 新兵训练中的一部分 战士们都将新兵训练营 戏称为魔鬼训练营 就是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训练中 年轻的战士们 从一名新兵 变得与众不同 经验丰富的杨武 和这帮比自己年轻 八九岁的战士比起来 算得上是一名老陆战队员了 凭借自己多年 参加海练和队浪涌 潮汐习性的掌握 杨武很快游到了岸边 同时我们也对杨武的身体素质刮目相看 通常竞技的 毕竟是比自己年轻好几次的队友 从第一关到第三关 大强度的比赛中 我们从没有见杨武显露过一丝疲态 永远是精神抖擞 斗志昂扬 从他身上 我们不光看到海军陆战队员 过人的身体素质 更看到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品质 和永不言败的可贵精神 这种精神 所以鼓舞我们 在面对任何困难时 都不会轻言放弃 迅速调整好射击位置后 杨武开始瞄准 这种自动榴弹发射器 是一种直射与驱射 杀伤与破甲 单发与连发相结合的 新型步兵自动武器 射程远 杀伤力强 杨武两发命中 不容半点喘息 杨武抓紧时间 还有四个目标等着他 接下来要使用重击枪 对指定的四个目标 进行快速射击 重击枪主要用来 歼灭敌机群有声目标 压制敌火力点及清醒火器 并可在一定范围内 击穿及轻型装甲防护 并对车内成员及设施 有一定的杀伤和破坏作用 必要时 可对敌武装直升机等 低空飞行目标进行射击 命中率高 杀伤力强 好可惜啊 一发没有命中 接下来看看张辉在射击环节的表现 炉目中率高 两发榴弹成功命中 接下来是重机枪 好客气 首发位中 又射时一发 按照比赛规则 没少射中一个目标 划时30秒 张辉将被罚时一分钟 在本关的排名不容乐观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 曹简和赵飞在本关的表现 比赛当天 风浪已经达到了四级 排面条件非常不利于武装球 海军陆战队中 有一项训练 叫水下求生训练 该训练的目的 主要是受训人建立生存信心 培养陆战队员 在险恶环境下的心理承受能力 行为自控能力 以及战胜困难的涌进 训练时 队员们被绑住手脚扔进水里 他们必须想方设法 浮出水面 呼吸氧气 在进行携带氧气瓶潜水训练时 教练常常会拔掉队员的氧气管 或关掉风仰旋钮 或扯掉氧气罩 这是训练队员在水下换气的技巧 他们必须自己解决在无恙条件下的生存问题 就是这种残酷的训练 使中国海军陆战队员 练就了超凡的水下求生本力 草检稍快与赵飞抵达岸滩 快速向设计点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调整设计位置后 开始设计 赵飞也慢慢赶了上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可惜啊 草检的最后一发没有命中 接下来看赵飞的设计环节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是前面队员给赵飞带来不少的压力 赵飞在首发设施后 最后一发也没有击中目标 本关比赵飞 张辉和赵飞分别设施两个目标 被罚时一分钟 张辉用时最长 排名最后 张辉你觉得水下输送这一关的难点在哪里呢 主要是水下难以变远方向 在进行长期的运营时 很难达到指定水域 你觉得自己发挥的怎么样呢 自己不是很满意 不是很满意 对 没有获得第一 对 那你的简历当中呢 我还发现还参加了09年 国庆60周年的北京阅兵仪式 对 你是担任什么样的任务呢 一开始我在方队之中 后来因为身体受伤 而在后勤工作 那没有像其他的队员一样 在方队当中 接受党和人民的简阅 通过天安门广场 有没有感到遗憾 有那么一点遗憾 但是后勤工作 同样中有 前两关的 一个第二 一个第三 没准呢 一巴努力 下一关 最后一关 你就是第一了 加油 谢谢主任 观众朋友们 本期超级战士的比武竞技 来到了最后一关 隐蔽渗透 王队长 在实战当中 隐蔽接近敌战舰 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 最应该注意的是 伪装和控制声响 伪装 主要是对自身 和所携带的装备 进行伪装 以达到隐蔽企图的目的 控制声响 主要是夜间 身影传播距离远 如果声响控制不好 在很远的距离 就会被敌发现 那么隐蔽接近敌战的任务 就会失败 好的 谢谢 朋友们 抢手之间的较量 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他们当中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捧得本期超级战士冠军的奖杯呢 先来看 比赛规则 本关模拟人质 被匪徒劫持 参赛队员 操作橡皮粥 隐蔽接近船只 使用挂梯 喷爬上船 搜索船舱 直指解救人质 顺利完成任务 用时短者获胜 没有人要我我枪 没人要我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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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不要 对 看去 老子 吃饭呗 从主持人手中 快速记忆被关押 人质困值平面图后 杨吴和曹姐 首先出发了 迅速接近敌船之后 两名队员 要使用挂梯 翻爬上舰 在翻爬时 要做到隐蔽快速 上舰后 要对周围的环境 迅速做出判断 并根据平面图 快速回忆和查找 人质所在的位置 杨吴和曹姐 没有走错方向 他们向人质 被关押的方向 靠近了 在执行这样的任务时 要做到隐蔽快速 对船舱搜索 要时刻注意敌情 提防敌方的名哨暗哨 并且要求 最快速度找到人质 从画面上 我们能感觉到 他们离人质 已经越来越近了 用程座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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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杨吴首先找到人质 好点吸引根起后 解救人质有个分为公开营救和秘密营救 隐蔽渗透不明思义 就是属于秘密营救的范围 它在营救被解人质的行动中 能保证行动的快速隐蔽安全 能在敌方的眼皮底下 以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的作战效益 草检和杨武非常顺利地将人质安全输送到橡皮艇后 快速撤离 接下来看看张辉和赵飞在最后一关的表现 在好莱坞的众多影视作品中 海军陆战队是最被神化的兵者 在我们熟悉的野战牌 勇闯夺命岛 锅盖头这些大片里 总有他们彪悍的一幕 美国每年有大约2.1万名新兵 会被送到哈利斯岛海军陆战队最著名的新兵训练营 在这个被称作世界上最举挑战的训练基地 接受魔鬼训练 更多的时候 海军陆战队就像一个四级的猎豹 全神贯注 随时准备给猎武一致命一击 张辉和赵飞都非常顺利地搜索到了人质 现在他们要比的就是时间 最后一关比赛即将结束 本次超级战士比赛的冠军也就要产生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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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凭借最高积分获得了本次超级战士比赛的冠军 恭喜杨武 我该拿什么 会帮你轻松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我要对你深深的举顾 因为付出的努力 要人难懂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听着跟上你曾经的普通 请你让我把梦脱到黑屏风 恭喜你杨武获得了冠军 捧着奖杯 今天一定不错 你的表现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给自己来个总结吧 只有拼搏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 我看你这个地方简历 04年荣立三等功 06年荣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一等奖 05年还荣立二等功 并获得俄罗斯勋章 怎么会获得这样一个勋章 05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接受了第一次 云外的联合军事大演习 主要是在滩头一线 水下泼道潜水 所以负责这一方面的全程指挥 全程指挥 那就是说这个环节当中 中方和俄方的所有的人员 都是你来调动是吧 那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了 我听说你们又接到了这个任务 马上就要进行集训 要出发了是吧 那希望你能够出色的 完成即将到来的任务 谢谢 每一次挑战都在淘汰和惩罚弱者 能带上海军陆战队的毕章的战士 只能是罪勇者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而言 海军陆战队都是一把锋利无比的钢刀 他们在各种规模的战争中 都表现出色战功卓著 那么在下周同一时间呢 我们将为您带来海军陆战队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 在登陆作战中 他们担负着难度最大 伤亡最重的作战行动 他们呢就是被誉为抢滩登陆战斗中的尖刀的 海军陆战队的陆战队员们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他们在超级战士的赛场上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比拼吧 我们的职责 我们的使命 超级战士为荣誉而战 观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城湖 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荣誉 一路苹果不会枪手 天一样的坚强 港一样为主 一路苹果是标的 时刻准备冲冲冲 人生艰苦 常态重处 超级战士永远 超级战士永远